欢迎回来热情追踪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明朝江苏淮安人 他的父亲是店铺小老板 明朝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落的 家里头又常常有黑道上门收保护费 吴承恩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早就看过了社会上很多的不公不义 他喜欢读书考运却相当不好 一直到了40多岁才成为共生 60多岁做了小官 不过不管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书生 还是没有什么大权利的地方官 吴承恩对于明朝社会种种腐败 有着无力回天的感慨 他只好寄情笔墨 搜集前人留下来的神怪故事 写成了新游记 他虽然把唐三藏比喻为昏君 但事实上他还是让三个徒弟一路互送 显示他最终的盼望 就是希望昏庸的君主能够走回正道 姐妹们 姐妹她收下来 蜘蛛精脸色一变 褪去美丽容颜献出妖气 虎视眈眈对着唐三藏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在读者面前展开宗航驰场的神怪幻想 这本集精怪大成之书 作者就是明朝的潦倒书生吴承恩 混沌未分 天地乱 茫茫渺渺无人间 吴承恩其实直到现在为止 在文学史上他都是一个传说性的人物 吴承恩到底写作过哪些文艺作品 其实现在在学界当中都还有争议 在民国十年左右 经过胡适之先的考证 那他断言西游记应该是吴承恩的作品 吴承恩出生在江苏淮安 父亲在沦落小商人之前 是为下级官吏 所以对吴承恩有更大的期望 才取名承恩 希望能早日承蒙皇上恩典 跑上科举做个流民亲史的忠臣 天启淮安辅志评价他姓敏耳朵会 博集群书 是个文理绝佳的文人 那当然了 天家父母亲都希望望子承蒙 望女承凤 那在这种情况里面的话 那吴锐就希望儿子能够上达天厅 面见天眼 这是为己仁臣的代表 那就给他取叫承恩自辱中 吴承恩年轻的时候有神童的美誉 书院的这个老师 还愿意把一半的藏书相赠 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 聪明 博学 强技 能读尽天下书 但奇怪的是 吴承恩从十几岁开始 一直考科举考到四十多岁 中间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录取过 吴承恩 无名鼠辈 我虽鼠辈 可是我 却知道公平二字 不像你们这些居言覆识的小人 令人耻笑 少爷我不知道公平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这次秀才的第一名 按手肯定是我的 天资聪颖 但考运极差的吴承恩 几次相识全都失利 也使甚至记载 吴承恩的父亲因此震惊而逝 让他备受打击 中年一度有朋友同情他 帮他买了官位 然而不愿与贪官 同流合污的个性 让吴承恩决心罢官而去 有人鉴举他去当县二 县二就是说 类似于像副县长之类的 这样子或说阻密 这样子的一个官职 他都觉得说 我有这么大的才华 我何必为五斗米折腰 所以后来就罢官而去 仕途的不顺遂 好比笔下的孙悟空 生性激灵却只封了毕马温 让吴承恩决心用自己的诗文 放打贪官 奉刺朝廷明武宗 明世宗昏庸 纵情声色 让奸臣严肃乱政 吴长恩因此收集民间画本 藉由小说抒发内心不平 猪八戒就象征着朝廷中 那些无能的全程 但是如果你看完整部书会发现 猪八戒从来没有跟唐三丈发列过 因为无能的部署 不会跟无能的领导者起冲突 只有有能力的部署 才会跟无能的领导者起冲突 因为它会指出一个新的合理的方向 表面看起来写的故事 其实上它是讽刺当时的社会 这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它写书来源的最重要的一个动机 师傅 喝水 白姐 师傅 这水没滤啊 你不能喝 西游记展现了许多人性弱点 猪八戒代表的就是贪 而孙悟空就是撑 杀无尽就是吃 玉皇大帝虽然至高无上 但透过无常恩的笔触 也变得经常分不出昏庸 孙悟空产奸除恶 让人看了大快人心 一本简单僧人取经的故事 处处看到无常恩对腐败环境的失望与批评 才让西游记成历久不衰的文学剧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